好,我们来看上次讲到我们要看第12章 好,创世纪12章一直到25对不对 有机会看吗? 有大部分是在听的 用听的? 因为我那个Audio Track在车上听 听的会不会闪神呢? 有时会,有时候还要重复听 好,有没有什么问题? 这个人名太多了 真的还佛罗 月星呢?你们呢? 没有,还没有问题 好,那我们来看一下第12章 这个我们这一段 从12章一直到25章 这一段呢是讲到 我们是说那个,我们再复习一下 创世纪不是分成两部分吗? 前面是讲四个事件,后面是讲四个人物 那前面四个事件,我们再复习一下 第一个是什么? 创造 亚伯拉罕 亚伯拉罕 以沙 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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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伯拉罕死亡 就是他的这一生 在12章到25章 就是这一段 一开始的时候我们先看见 亚伯拉罕蒙昭 亚伯拉罕他的旅程是这样 你们看那张图 还在吗 对不对 加勒底 波斯湾在这里看到吗 波斯湾在这里 他是在波斯湾的 这个口上面 加勒底 乌尔 加勒底的乌尔 这个就是肥沃月弯 我们讲肥沃月弯 亚伯拉底河 底格里斯河 这两河流域 这个河 就叫做肥沃月弯 他是从 加勒底这个地方的 乌尔 乌尔 这是他的本家 亚伯拉罕呢原来就家里面住这里 后来呢神就呼召他 到 给他预备的一个 承受 那个承受地业的地方 是在这个地方 这个是 险海 死海 沿海 死海 当然可以看得到 然后呢 耶路撒冷就在死海的 大概十点钟方向 在这里 那这一块地方 是神给亚伯拉罕的一个应许之地 他是在这里 那从这边到这边呢 其实很远了 那他们要走的话呢 是走这个 要走河 为什么要走河 因为 因为有河 才有生命啊 嗯 那个 古代没有什么水利啊 沿着河走 才有东西啊 嗯 他们是这样走的 所以很多大文化 像那个四大文明 都是在河流的区域发展 所以河流很重要 他们就跟着这个肥沃约湾走 所以呢 亚伯拉罕呢 先走到哪里呢 先走到 哈兰 这个有没有哈兰 这是不是哈兰 他不太清楚啊 应该是哈兰 嗯 这是哈兰 嗯 哈兰呢 然后他在这个地方停下来了 停下来等到他父亲 塔拉死了以后 他才神第二次呼召他 从哈兰再继续他的旅程 一直到应许之地 湘南地 所以他实际上呢 这一段呢 他走了两段 不是一直过来的 中间有提 那一般的说法就是 他在哈兰呢 做生意 就是 就是 赚了很多的钱 他的爸爸 他们就变得很富有 那在那个地方呢 就不想走了 那一直到 神再次呼召他 他爸爸死了以后 神再次呼召亚伯拉罕 他才从这个哈兰 再继续 一直到 到这个 加南地这间 所以快来 所以第十二章开始呢 他讲到说 耶和华对亚伯拉罕 亚伯兰 那时候叫亚伯兰 你要离开本地 本族 附加 亡我所要指示你的地区 这个呢 已经是 从哈兰出来了 还不是第一个 还不是第一个 不是这个乌尔 这个 第一个呼召在哪里呢 如果我们看那个 大家翻 拜博 翻到那个 使徒行传第七章 第七章啊 使徒行传 对 代本 使徒啊 对 使徒行传第七章 第七章 第二节 使徒行传 使徒行传是在那个 约翰福音后面 马太马可 陆加约翰 马太马可 陆加约翰 后面是使徒行传 马太马可 陆加约翰 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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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使徒行传 后面七章 嗯 月星找到了吗 哦 找到 找到 好 第二节哈 司徒反说 诸位父兄请听 当日我们的祖宗 亚伯拉罕在美索不达米 还未住哈兰的时候 荣耀的神向他显现 好了 找到还没有住哈兰 就是在美索不达米 也就是那个 迦勒底这个地方 美索不达米 嗯 这个 这个 乌尔这个地方 然后呢 对他说 你要离开本地和亲主王 我所要指示你的地区 他就离开迦勒底人之地 住在哈兰 他父亲死了以后呢 神使他从那里搬到你们现在所住之地 就是讲到 好 嗯 欸 雪燕啊 嗯 欸 来了 嗯 不好意思啊 对 才把贝贝狗 是一个 哈哈哈哈 不容易啊 嗯 对 对 所以这个 我们现在在看 迟路行诞第七章 他这边就是讲到第一次的呼召 所以亚伯拉罕这个旅程 他实际上 他有两段的 虽然是从 我们看起来好像就是 一段 实际上是两段 他先从迦勒底的乌尔到哈兰 这个呼召呢 第一次的呼召是在《使徒经》 那第七章第二节 做梅索布达米的时候 荣耀的神向他显现 呼召他 所以他就住在哈兰 有没有 就是这个上面 哈兰 那这个上面呢 接下来呢 他不是在那边就不走了吗 就停住了 好了 停住了以后呢 等到他 爸爸死了以后呢 他再呼召他 这个事就在《使徒经》 在《创世纪》第十二章了 又讲了 你要离开本地本族附加王窩首要指示你的地区 嗯 这个是一样的讲法哈 这个 呼召没有变的 看到吗 离开本地本族附加王窩首要指示你的地方去 一样哦 这个就是说 你知道那个上帝哈 讲话通常都是一样的 很有意思吗 上帝的呼召都是不会变的 讲的就是这样 就是这样 我们人有时候是会把它熬一熬啊 是不是可以这样做这样解释 而且不要这样做那样解释 然后照着我们人的想法来 推死他哈 上帝是很多不变的 就是这样就是这样 所以呢 亚伯拉罕再次蒙招 他就出来了 那么 他呢 后面带生应许哈 你可以看到第二节 我必叫你成为大国 这是现在我们到的那个创世纪第12章 第二节 我必叫你成为大国 我必赐福给你 叫你的名为大 你也要叫别人蒙福 为你祝福的我必赐福于他 咒诅你的我必咒诅他 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得福 有的人把它归纳成七个福 第一个福 我必叫你成为大国 第二我必赐福给你 第三你的名为大 第四 你也要叫别人得福 第五 为你祝福的 我要赐福于他 第六 咒诅你的我要咒诅他 第七 地上的万族要因你得福 哇你说这个人实在是太了不起了 谁为亚伯拉罕祝福的 神就赐福给他 神要咒诅亚伯拉罕的神就咒诅那个人 你看这个 多有王者的尊 王者之尊 这个亚伯拉罕的福是很大的 那他出来的时候呢 出哈兰的时候 第四节 是第几 第几 十二章 上世纪 第十二章 我讲的是第二节 嗯 嗯 我必要你成为大国 赐福给你 名为大 然后呢 叫别人得福 祝福你的我就赐福于他 咒诅你的就咒诅他 地上万族要因你得福 所以这是七个七重的祝福 这是很大很大的应许 也是神呢 这个一个心意啊 要拣选亚伯拉罕呼召他 那么 这一个是一个 七十五岁的时候的 一个发生的事实 那亚伯拉罕呢 就照着 耶和华的应许 耶和华的吩咐就去了 七十五岁 然后第五节呢 带着他的妻子跟他的侄子罗德 还有他们在哈兰所积蓄的财务所得的人口 看到啊 积蓄的财务所得的人口 所以他们在那个地方赚了很多的钱 也舍不得走了 可能 所以他们从那个地方呢 就一直一直走到 四溅 到了四溅 这边有没有 四溅有没有看到这个吗 嗯 四溅那边有个漫力效续 哦哦哦哦 第一站在这个地方 现在这个地方 所以这是一个 旅程的开始 就是后面这第二段开始 然后就下到四溅 然后呢你再发现呢 后来呢 他来到世界 他做什么 他呢一来到那里的时候呢 第七节 神马上就向他显现 说我要把这个地赐给你的后裔 神就马上向他显现 你可以发现说 很多时候亚伯拉罕遵 他遵行神旨意的时候 神马上就向他显现 这个很特别哦 好几次是这样 他就是做一些特别的事情 神就马上就向他显现 好像就是在鼓励他或者是在 in-doors他 有做的是符合神心意的 神就向他显现 而且亚伯拉罕呢 他很喜欢竹坛呢 我们看到第八节 他在那里为约尔华竹了一座坛呢 到了那个 事件 到了那个魔力像素在事件呢 第七节先 竹了一座坛有没有 一到了他就竹坛 竹坛做什么 你知道那个 圣经上面讲竹坛是在干嘛 不是那个神坛 你不要不要把跟那个 跟我们现在的眼睛里面 我们不是什么 一个神坛啊什么那些搞混 竹坛就是拿 拿石头把它堆一堆 然后呢 上面要做什么 就是把动物窄了 就把它在上面烧 就这样 哦 好 意思就是BBQ啦 哈哈哈哈 但是呢这个不是给人吃的 是给神的 所以就是 一个 献祭的就是一个敬拜 祭坛嘛 所以在这个地方 他一到就献祭 然后呢 他又慢慢的 搬 搬到伯特利跟爱的中间 你们看到 啊 事件啊 这边有没有伯特利跟爱 我看 看不太清楚啊 应该是在南边一点 在这个地方 这边是西伯伦嘛 大概是这个地方啊 加南地的 加南地这个世界 哇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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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 就是在这个地方了 然后呢 他又组了一座坛 一座坛 对不对 搬了然后又组坛 后来呢 他就 呃 往南地去了 哪里是南地呢 这个地方是南地 就是 加南的南边 这一块叫南地 因为叫你可以 南地 就这一块 是 他就 这边就搬到那个南地去了 诶 好像就 越搬越远啊 应该是搬到那个地方 就刚好 不要动了 他们要越来越搬 往南搬 再呢 第十节呢 结果碰了饥荒 根本的再南搬 就搬到埃及去了 看到这个南的吗 哦 埃及去了 埃及在圣经里面呢 一般都是 代表了一个世界 预表世界 就是离开神的 这种 这种保护 离开神的这个 范围里面 一讲到去埃及 通常都不是一件好事情 在圣经里面 讲到去埃及都不是一件好事情 哦 那埃及那个时候 埃及向来是个很强大的国家 因为他们这个 尼罗河 你知道那尼罗河不是定期泛滥吗 所以他们呢 不需要下 不需要下什么 就你像迦南地呢 一定要有雨水 常常要下 没有下雨的话呢 就没水 那埃及呢 他们是 会泛滥的 那尼罗河定期泛滥 他们怎么做啊 他们就 在泛滥期之前呢 他们就挖很多的洞 大坑 然后呢 尼罗河一泛滥呢 所有的坑就装满水 然后呢 这水就够他们用一年了 就慢慢把水摇出来用 定期泛滥 所以呢 根本不需要信心 每一年定期就 雨水就来了 就这样子 但是以色列人不一样 他们在迦南地呢 没有这种定期泛滥的东西 所以就是靠雨水 雨不下就没有 雨下就有 那个时候也没有人 什么盖什么水坝 什么的 所以呢 不下雨就很惨了 所以他们就一直要 经常的要来向神祈求 能够下雨 那这是两边不同的地方 所以埃及呢 就表示 在圣经里面 预表一个世界 就是说你不需要 太多的信心 你不需要仰望神 你就是世界的丰富 世界的那种 人的那种追求 就丰富的那种system 那在代表埃及 然后会把人挟制 好像以色列人 不是在埃及做奴公吗 所以呢 代表了一个世界的挟制 也就是人在 名利之间追求 就是人家讲说 啊你这身陷在埃及里面 出不来 那就是讲到这个状况 所以呢 亚伯拉罕他们遇到饥荒呢 结果他就跑到埃及去了 那在埃及的话呢 其实我相信这也不是什么 神的心意 神应该是不会让他下埃及 但是他就去了anyway 而且去到埃及呢 他也很怕 怕什么 怕他的太太 杀来呢太漂亮了 人家会抢他 然后就 抢了他太太就把他给杀了 顺便 就就就把他杀了 所以他很怕 他就跟他讲说 跟他太太讲说 你呢 就说你是我妹妹好了 那 那 实际上他 他也真的是他的 同富一美美 所以他就说 那你就 这样子 就 就谎称我是你的哥哥 这样就别人就不会杀我了 嗯 那 所以亚伯拉罕在圣经里面 不是被称为信心之父吗 对 信心之父也是会 也是会没有信心 好 吓到埃及就没有信心了 第二步呢 还怕死 然后跟他讲说 你不是我太太 你是我妹妹 所以人都是一样 再大的信心的英雄 伟人啊 也都有跌倒的 那时候 所以他就到了埃及 就是法老呢 就降灾 第17节 神就降灾给法老 哇 这个 这个法老就把他招来说 你这个是什么 你怎么没有告诉我 他是你的 那个太太 就叫他赶快走 就这样子 所以 这个是亚伯拉罕一个跌倒的一个经过 好 到这边有没有问题 你们看到这一段 有没有看出这些东西 嗯 没有 看这一段的时候 好像在看故事而已 看故事 看故事 对 就讲到亚伯拉罕他的 他有很多跌倒的时候 嗯 所以我们如果跌倒 也不要觉得意外 也不需要太 抓水 因为就是一样 人都是会跌倒 只要爬起来就好了 嗯 好 第13章 接下来呢 发生了一件事情 就是 那个 他们的财务呢 他后来 就是 又从埃及就回来了 大家可以看到 埃及就回来了吗 回来了 然后呢 他又在南地 然后从南地呢 又渐渐的往伯特利去了 那 伯特利 应该也是在这一块 这一块 应该已经是伯特利 伯特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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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呢 他就会被我 容不下 也是神赐福给他 回来以后呢 就越发苍诞 然后 他的 牛羊呢 跟 他侄子 罗德 的牛羊太 就太多了 然后呢 就是 就是相争了 挤不下了 那资源也限了 所以他就问他说 那 雅伯拉罕就很想 跟他分开 不然的话 大家都死在这里 那还不如就分开 各种水源吧 那 亚伯拉罕呢 他做了一件很好的事 他是 他是长辈 对不对 他应该说 他应该跟罗德说 你往哪里去 或者说 我先去哪里 这样子 他长辈决定嘛 那这边不是 亚伯拉罕呢 他让罗德来去选择 他说你向左 我就向右 第九节 十三章第九节 你向右 我就向左 你要往哪里呢 我就避开你就对了 你先选 结果罗德呢 一看 哎呀 约旦河 跟着河谷都是滋润地 看到约旦河谷 真猛 他就想去了 这个晚辈呢 还真的也就 也就 喜欢摊便宜 也就说要去了 好了 他去了 那他就 只好往西 就是到迦南地 就是到迦南地 这个地方 那迦南地 都是石头地 很多石头 迦南地 那边 不像那个东边 东边就是约旦河谷 这一块 我往下一个图看看 我如果电脑当机的话 我会 你不一起来 再送给你们email 你们就是 看看email有没有到时候 That's the case 好 有了 西伯仁在这里 这个是死海 沿海 地中海在这里 好了 所以呢 罗德就选这个约旦河 这个整个河谷在这里 好 永远在这里 那 亚伯拉罕呢 他就选择这一块 这一块是比较干旱的地方 那 罗德呢 就越来越 越移啊 然后呢 就越来越靠近索多玛 河摩拉 有个人怀疑他是在沿海下面 这个地方 对 因为有人 有人在沿海的下面 发现了一些东西啊 就猜测说 可能 之前索多玛俄摩拉 我们不是讲的罪恶之城吗 索多玛俄摩拉 以前有可能是在这个 沿海现在覆盖的地方 不过现在沿海越来越小 他们说多少年以后呢 到那个速度多少年以后 沿海会不会不见 哦 嗯 沿海是个很特别的地方 它那边的矿 因为很咸 它那个咸不只是盐巴 是各种矿物质都有 所以这个沿海啊 它那个丰富的矿物质啊 是很值钱的 所以沿海的所有的矿物质都非常值钱 啊 所以其实 是 是很有经济价值的一块地方 不过 你如果 但是一般 古收的人大概也不太 不太会开发那种东西吧 所以 但是哪里有平原 什么约旦河谷啊 这种河谷是最好的 好了 所以就慢慢的迁移啊 就迁移 这个 罗德就迁移到索多玛俄摩拉 还有可能在这一块 那到约旦河平原在这里 然后慢慢移下来 那 当他这样做的时候呢 他让罗德去选择了以后呢 啊 神呢 又向他显现 第十四节 十三章十四节 罗德离别 亚伯兰以后呢 耶和华对亚伯兰说 从你所在的地方 你举目向东西南北观看 你所看见的全部呢 一切的地方 我都赐给你和你的后语之道 所以 他也是做了一个 很有长者风范的事情啊 让他选 然后呢 他选完了以后 他就拿次等的 就是剩下的 那么 他这样做的时候 神就很喜悦 就 向他显现 然后跟他讲说 你用看的 你看得到的都赐给你啊 嗯 他那个时候不知道眼睛 他那时候年纪也很大了 因为 就 应该是七八十岁了 年纪很大了 那 都要看的 有没有老花 老花一镜是吗 看的 也不晓得 但是呢 他讲到看到的 都给你 还有你的后裔 然后 第十六节啊 你的后裔要像地上的沉沙 那么多人才能 人数算那个沉沙 数得过来的话呢 才能够数你的后裔 只要是你的会比沉沙还要多 好 那亚伯仁呢 就 搬到曼丽像树那个地方 在那边呢 又组了一座城 就是希伯仁 希伯仁 希伯仁呢 这个地方 好了 那 第四章呢 进到另外一个故事啊 就是四王跟五王的征战 四王跟五王 四王去打五王 原来那五个王呢 是 臣服第四个王啊 后来呢 叛变了 结果四个王呢 就和 就是 就是叫什么联军啊 来攻打五个王 结果呢 就把这五个王就打败了 把罗德呢 跟着也掳走了 掳走了以后呢 亚伯仁呢 他做了一件什么事情 他就 把罗德呢 他就带了他们家的壮兵 三百一十八个啊 就 去攻击 那个 那个 四王 然后就把所有的东西都抢回来 那个时候是组长的时代啊 就是 一般来讲 我们都说那叫组长啊 就是一个中族 一个中族 一个tribe 一个tribe 然后那样子的 那就是大家就打来打去了啊 三百一十八个人已经是一个军队了 哈哈哈 不像那个现在要什么百万熊师哈 那个没有 那个时候几百个人就是一个 就是一只小小小部队了 他就去打 然后就把他都打回来 打回来以后呢 把什么东西全部都抢就夺回来了 然后罗德呢也救回来 所以你看看啊 罗德一开始是要跟他争吵 他就退让 退让了让罗德去选 但是他一直还是很爱他的职子啊 把他救回来 十六节 连他职儿罗德和他的财物 还有什么妇女啊 什么他的人啊 全部都 夺回来 救回来 然后呢 他打赢了这场仗以后 突然有一件事情啊 这个在圣经里面是很深的一个东西哈 第十八节 撒冷王麦基喜德带着饼和酒来迎接他 麦基喜德 在圣经里面呢 有这么一个人叫麦基喜德 你们大概还没听过 对 这一个人 水燕听过吗 没有 这个人很特别哈 麦基喜德 嗯 他呢 他是撒冷王 撒冷就是耶路撒冷 他在耶路撒冷做王的 那他迎接 那个 亚伯拉罕 亚伯拉罕呢 他就为亚伯拉罕祝福 祝福以后呢 亚伯拉罕就把十分之一 所得来的十分之一 就给了麦基喜德 那 这件事情呢 有什么意义哈 这只是一个故事嘛 就是说 这个王呢 去迎接 亚伯拉罕回来了 然后呢 亚伯拉罕呢就 他就为亚伯拉罕祝福 亚伯拉罕就把十分之一给他 这是一个故事 但是呢 这里面有很深很深的属灵的道理 他在讲一件事情 讲什么 我试试看讲了 看你们可不可以听得懂 就是说 亚伯拉罕呢 他生了 他的孩子里面呢 亚伯拉罕生以撒以撒 生雅各雅各 就生了十二个支派 其中一个叫利位 利位就是祭司 亚伦的主仙 也就是说 你知道在以色列人呢 他们最重视的是一个大祭司的制度 也就是他们的献祭 他们觉得以色列人最 proud 最了不起的就是他们有大祭司 跟神直接交通 然后可以除罪啊什么 他觉得大祭司 献祭的就是以色列人最骄傲的东西 那么 但是呢 这个地方呢 亚伯拉罕他 生的后代里面呢 生出来的一个是利位 利位就是大祭司的支派 也就是 大祭司呢 他是在亚伯拉罕的里面的 这有两边 一个是 亚伯拉罕 亚伯拉罕 最后生出祭司来 对不对 大祭司 另外一边呢 是 麦基喜德 麦基喜德呢 他在圣经里面是用来预表主耶稣 他是用来预表主耶稣 这个道理呢 到了西伯拉罕的时候 到新约的西伯拉罕就把它讲清楚了 也就是说 这个撒冷王也就是平安王 撒冷就是 Shalom嘛 有没有听过 Shalom Shalom就是那个西伯拉罕 Shalom就是平安 你遇到以色列人的时候 你刚才讲Shalom 他们就知道Shalom 就是平安 撒冷 撒冷王就是平安王 也就是讲到主耶稣 他是一个主耶稣的化身 代表就是一个 他不是主耶稣 但是他是代表主耶稣的一种 一种象征性的人物 所以主耶稣呢 跟这个祭司 以色列人所认为的大祭司 最美的 那现在呢 亚伯拉罕代表的大祭司的祖先 亚伯拉罕还献了十分之一给 麦基奇德代表耶稣 可见得主耶稣的这种 这个System 比旧约以色列人献祭的大祭司的System 还要尊贵的多 他在讲这件事情 还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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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呢 我们到旧约 我们大概到后面的时候 会看到希伯拉罗 他在讲一件事情 希伯拉罗整个架构很简单 希伯拉罗 他就说耶稣是最美的 耶稣是最美的 他怎么去说明耶稣是最美的呢 他就是一开始 他就把天使拿来跟耶稣比一比 天使比不过 所以耶稣是更美的 更美的 好了 那不行 再把摩西抓过来吧 跟耶稣 摩西是以色列人认为的最棒的人 拿来跟耶稣基督比一比 比一比呢 耶稣呢 又比摩西更美了 比他更美 对摩西人了 后来呢 再不行再把大祭司亚伦搬出来 这个是 以色列人最骄傲的 就是我献祭的这个祭司制度 搬出来比 大祭司亚伦呢 以首任大祭司来跟他比 一比 耶稣比亚伦又比较 好了 所以呢 意思就是说 你不管拿什么东西出来 跟主耶稣比呢 主耶稣都比较 所以呢 结论就是主耶稣是the best 这样子 所以整个希伯来书在讲这个东西 好了 所以现在他在讲一件事情就是 当中这一段 把亚伦这个大祭司拿来跟主耶稣基督比一比 怎么比呢 他就说比不过啊 为什么 因为这个立位的祖先的祖先是亚伯拉罕 亚伯拉罕还要限十分之一给麦基喜德 代表主耶稣基督啊 那可见得主耶稣的位分呢 比这个大祭司呢 要高 还要再高 因为连他的祖先都要献祭 要拿十分之一献给他 然后呢 麦基喜德要为他的祖先祝福的 位分大得多 所以呢 他就在描写一件事情 就是说 麦基喜德他是预表了主耶稣 那主耶稣呢 是胜过大祭司的 然后呢 透过亚伯拉罕呢 把这个关系表达出来 这样比较清楚一点吗 嗯 热心有问题吗 所以 他是至高神的祭司哈 嗯 那个麦基喜德 撒冷王 所以是这个意思 嗯 现在 如果你听了如果还有点谋会 没关系 因为我们后面还会再 还会再碰到 还会再碰到 嗯 好 嗯 嗯 十五章 嗯 嗯 神呢跟亚伯拉罕又显现了 他在意象中对他说呢 他说你不要惧怕啊 我是你的盾牌 必大大赏赐你 那为什么 为什么这个 被惧怕啊 就很简单的道理 就是因为他没有孩子 亚伯拉罕没有孩子 所以呢 他 他觉得在古时候呢 那个 人没有孩子 就代表你是 你是受咒诅的 你没有孩子 以前的人是这样解读的 你没有孩子 表示你受咒诅 你一定是 祖先犯罪 要不就是你犯罪 不然的话 你一定会有孩子 那是当时的观念 所以他呢 没有孩子 这是他一直以来的 心里面的痛啊 我都没有孩子 结果呢 神显现呢 说我是你的盾牌啊 大大赏赐给你 要赏赐你啊 那 十五章第二节 要不然他怎么说呢 他说我都没有孩子 你还给我什么 你给我什么都没用啊 因为我没有孩子啊 也就是说你再给我带 再多也传不下去啊 没有啦 他就说呢 我没有孩子呢 也许生在我家里面的人 以利以谢 以利以谢是他们家的老仆人 仆人啦 大概是仆人的做头的 大概就是他吧 那主呢 主就跟他讲说 不对这个不是啊 你自己要生的才是 然后就第五节啊 理他出去看 外面的星星呢 你能像那个数得过来吗 你后裔就要像天上的星这么多 就是 就是 这么的多 后来呢 第十节 到了第十节 亚伯朗 亚伯朗呢 他就献祭 他怎么献祭呢 他把一些的羊啊 牛啊 还有一些鸽子啊 班旧啊 就把他披开分成两半 一半一半对 被对着摆 那是什么意思啊 就是 在古代啊 把这个牛羊把它披开 对半披开 然后摆成两边啊 这是代表立约 立约啊 把它切成两半 放在对着摆 有的人说 那个今天的婚礼 在教会里面的婚礼 有的人说啊 都是有这个传统 就是你看到那个新郎 的家属啊 你面对讲台的话 新郎的家属 都是坐在右边 新娘的家属 都是坐在左边 哦 你知道在教会的婚礼里面呢 是分开做的 不是说来了随便做 那个Usher一定会问你 你是新郎的朋友 还是新娘的朋友 新郎的朋友 把你带到那一边 右边 新娘的朋友带到左边 这叫分拼座 干什么呢 因为他们在立约 所以这都是有一个 好像传统在背后 是代表分开 代表立约的观念 然后就立的是婚约嘛 那第十三节呢 他对亚伯兰说 那个地呢 就是你的子孙呢 要 要 要 这个到 埃及 服侍那个埃及四百年 然后再要回来 带着许多的财务款 第十四节 带着很 这是讲直到未来呢 他们要下埃及 就是你要下埃及 然后再从埃及 要出埃及 四百年之间 在埃及 然后再出来 所以他就先把这个事情跟 亚伯兰就先 或者叫亚伯拉罕 都先讲 寄居别人的地 这边没有写 其实就是埃及 我们后来就知道 那 第十六节 第十六节 第四代 他们必回到此地 因为亚摩利人的罪念 还没有满意 什么叫亚摩利人呢 就是迦南人 迦南人的罪还没有满 所以呢 现在就让他们还是这样 等到呢 他们的罪满了以后呢 以色列人就要出埃及 然后要进到迦南 把这些 亚摩利人给他们赶足出去 然后也会 就是消灭他们 因为他们呢 非常的evil 他们 他们把孩子 他们把投生的孩子都杀了 然后呢 烧 烧 献给他们的偶像 是这样做的 当时代的那个 迦南人 是这样做的 所以是很残忍的 好 第十六章 就讲到夏甲出现了 也就是说 夏甲是 萨莱的使女嘛 她是个夏女 因为他们老不生孩子 你知道这个 耶和华不是对亚摩兰说 这个以利也不是你的后裔啊 你自己生的才是 那他们就在想了 我自己生的才是 那我跟萨拉又生不出来 那可见得我是要跟谁生嘛 所以呢 萨莱呢 就自作主张的想到说 哎干脆 干脆 让我的使女呢 跟你生吧 所以呢 萨莱就跟亚伯兰就这样讲 后来他们就这样做了 结果呢 果真就怀孕了 所以夏甲呢 就生了 以什玛利 好 那我们就看到 第十一节 以什玛利 以什玛利呢 就是阿拉伯人的始祖啊 今天 所以在圣经里面 你可以看到啊 之后呢 他们两个呢 彼此之间就是 不和 彼此之间不和 那就是因为呢 他们 这个这一步走错了 他们 不应该 跟夏甲 应该 亚伯兰那应该有信心 因为神会给他们 是从萨 萨拉生的 或者叫萨莱 之前叫萨莱 后来叫萨拉 是跟萨莱生的 不应该 跟夏甲生 OK 第十七章 那很重要很重要很重要 大概 大概 整本上世纪里面 十七章 算是一个很高潮的一章 就是讲到他 立的一个约 叫亚伯拉罕之约 是什么呢 他跟亚伯拉罕讲说 你一件事情呢 你要做完全人 十七章第一节 你做完全人 然后呢 我要跟你立约第二节 我跟你立约 立约的你的好处是什么呢 你的后裔呢 极其繁多 那有没有记号呢 有 就是首歌里 首歌里的记号 那 那 双方是神 跟亚伯拉罕 还有要求是什么呢 就是做完全人 所以这里有四样东西 这是在那个约定里面 你可以看到约定里面 非常会包含这四样东西 第一个 双方 神跟亚伯拉罕 第二件事情 人的义务是什么 是要做完全人 第三件事情 权力是什么 或者是赏赐是什么 赏赐是后裔会极其繁多 然后呢 最后会有一个记号 就是一个symbol 就是歌里是记号 所以这就是一个约的那个内容 就是这四样东西 立约的双方 然后呢 有条件 有权力 有义务 还有记号 这样子的一个约 就是定下来 然后呢 他们就受歌里 对不对 所有的男兵都受歌里 然后呢 这个只要在他家的 不管是 是在他家生的 或者是从外面买的 全部都要照样 来受歌里 所以这是 以色列人呢 他们看歌里 看得非常重 他们的歌里是一个 是一个圣礼 以色列人呢 他们的小男生呢 第八天行歌里 全家族要一起在一起庆祝 是一个大事情 那一直是延续下来 是这样的 那在这个当中 神就跟他讲说 我会给你孩子 第十六节 我必赐福给他 也要使你从他得一个儿子 他要做多国之母 然后呢 不要再叫撒来 要叫撒拉了 嗯 那就是一个应许 要从他得一个儿子 你之前呢 那个下讲 那个不是 要从你这个 那个时候呢 撒拉几岁呢 九十岁 所以呢 亚伯拉罕的反应是什么呢 十七节 他伏在地上怎样 喜笑 嗯 什么意思 我根本不信 九十岁还能生孩子吗 呵呵 那他根本不信啊 嗯 结果呢 他就说 嗯 第十八节 他说那以斯玛丽就算了吧 因为我生的就算了吧 不是不是 是你撒拉生的才算 你原配撒拉 然后你要给他起名呢 叫以撒 为什么他起名叫以撒呢 以撒的意思呢 是有 你们有知道一下 你们知道那个以撒的意思 那个以撒是什么意思吗 不知道 啊 不知道 啊 不知道 啊 撒 以撒的意思就是笑 哦 你在那边喜笑 好 你的儿子就叫做笑 哈哈哈 所以在神面前不能乱来啊 哈哈哈 那你儿子起名叫什么 嗯 那你儿子起名叫什么 那你起名叫叫笑 就这样子 所以以撒的名字就是笑 如果我们今天的话 如果姓孙的话就是生笑 你到底这样叫生笑 那你这真难听 但是就是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笑 蛤 如果你听到是哭的话 那他更惨了 孙就说那 大家起名叫孙哭 哈哈哈 哈哈哈哈 哈哈哈 我们的孩子 不要这样 对啊 OK 好了那以斯玛丽 他说二十节说 那也有十二个组长也会赐给他啦 就说他也要 赐福给这个伊斯玛丽 所以你看那个阿拉伯人是很多啊 那是很强大啊 这个名字 这个名字很强很多人啊 这个名字 所以 他们也有啊 各个样的组长 所以呢 亚伯拉罕呢 啊 那个时候是九十九岁啊 沙拉呢 比他小十岁啊 是八十九岁 好吧 这个事情呢 嗯 就停在这里了 一直到什么时候呢 一直到 后面哈 到了二十一集 21章 到二十一章 好 以上呢 就真正的 生出来了 哦 昨天他哪有的 我可能二十个没听到他当 呀 好 在这个当中还有几个 就是三行客啊 也是讲到 索多玛和俄摩拉 他们不是 啊 因为那个罪恶很重嘛 大家知道是什么罪吗 索多玛 索多玛 索多玛跟俄摩拉 是什么罪呢 行了一个很大的罪 好 他们行的是同性恋的罪 哦 你在哪个里面有讲到啊 哈 哪边有讲到 哪边有讲到啊 嗯 你我们如果看第十九章哈 嗯 那个天 你不是有三个人显现吗 跟俄摩拉罕显现 其中有一个是神 两个是天使 嗯 好 天使呢 他走到了索多玛以后呢 那当地的人呢 看见的时候呢 就跟他们讲 你看那个第十九章哈 嗯嗯 第五节 他们就呢 去围住那个房子呢 就叫罗德 他说今天晚上到你们 这里来的 那那那两个人在哪 那那人在哪里 把他们带出来啊 任我们所为 罗德呢 他就说什么 他说你们不要做这二事啊 第七节 第八节说 我还有两个女儿都是处女了 我呢 带领他们 我领他们出来 你们要干嘛就干嘛算了哈 但是不要像这个客人 我读到这一点我就不明白了 为什么那个客人比他女儿还重要 因为当时代的人就是这样 就是他们把客人 接待客人看作一个通常慎重的事情 哦 会甚至非常的慎重 嗯 嗯 而且我猜呢 罗德可能也会猜到说 他们anyway对女生也没什么兴趣 哦 哦 嗯 因为这个整个层是同性恋的层了 哦 好 嗯 是很evil的 所以呢 但是他们就 他们就不要哈 嗯 哪里看得出是同性恋 啊 还没看出来吗 哈哈哈哈 没有 女儿还能失去你吗 啊 哪里有写是同性恋 没有啊 因为他是讲 你们不要做这个恶事 我还有两个处女 我还有两个女儿是处女 你们要做什么就向她做好了 哦 哦 第十九章 第八节 嗯 你就看清楚了嘛 嗯 嗯 说不要做这个恶事是对天使的吗 对 对 第十五节 第五节啊 第五节讲到认我们所为 哦 哦 哦 看到 呀 所以这个是你知道那个 啊 Sodom 这个这个 Sodoma叫Sodom 那个英文不是有个叫Sodom 吗 哦 这个字来的 就是从这边来的 哦 就是 就是男性的那种 yeah 反正是很evil的事情啊 嗯 那 神呢 那做的事情是什么呢 就是 啊 那个 火啊 就从天下上面 有的人说是 那个 硫磺啊 就是 火山啊 whatever的就是这种东西来 然后就让 就把这两个层就毁掉了 嗯 因为神的愤怒 为什么会把天使扯进来的 天使就是是男生 男生的象征 那个化身啊 哦 那个 你知道在那个圣经里面啊 很多天使是有翅膀的 但是也很多天使是人的形状 没翅膀的 嗯 嗯 诶 Desmond来了 你好 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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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没有笑 但是以撒呢 他笑了 十二节 撒拉 撒拉笑了 他太太笑了 那我已经衰败了啊 我主呢 亚伯拉罕呢 也老头子一个 还生什么 生什么孩子啊 那那个神就跟亚伯拉罕说 诶 你的太太干什么在笑 那他就再讲一次啊 你要生孩子 那 那时间到了真的就是这样啊 那神就眷顾他们 他们就生了 那第二件事情 这三行课来了以后 第二件事情就是告诉亚伯拉罕 说他们要去毁灭所多玛跟俄摩拉 就亚伯拉罕就开始为他们求了 哎呀 那如果那个城里五十个艺人 你是不是可以就不要毁灭他们了 神就说好 五十个就不毁灭了 那四十五呢 那也可以不毁灭 那四十呢 那四十也好 三十可不可以 三十也不毁灭 好 那那亚伯拉罕又多胆说 那二十个呢 那二十个神说也不毁灭 那亚伯拉罕最后再讲呢 那再不要动怒哈 你不要生气 我再说一次 十个可不可以 很厉害 很会做生意啊 对 结果那个亚伯拉罕呢 这样一讲啊 神就 没想到神也很大方 好 十个 有十个艺人呢 我也不毁灭 结果这个里面呢 这就半个艺人了 就罗德一家半个 罗德呢 还不算一个 算半个 所以就是 没有办法 这个城就是这样败坏哈 所以就被毁灭了 那这个就是写在第十九章 这个故事 那天使在索多玛的时候呢 就跟他们讲说 欸 你们赶快跑啊 那个 你们 因为神要毁灭 你们赶快走 那他们就觉得说 她女婿啊 她那是女儿嘛 那女婿说 欸 这个是 这个是假的 这个戏言啊 没有这回事 那 结果呢 但是天使就吹逼罗德了 就说 那你赶快跟着你的孩子 两个女儿啊 还有你的妻子 你赶快走啊 不然的话呢 这个 这个 这边要遭大难了 结果他们就 还延迟不可 结果 这个 这个 两个人呢 第十六节哈 两个人呢 就拉着他们的手 把他硬拉 带走了 这样带 带出去了 结果呢 神就开始就降下那个火来 硫磺跟火 从天上降下来 就把那个 所多玛 阿摩拉就烧 就消灭了 结果 早上呢 这个亚伯拉罕呢 一看 哎呀 不得了 好像冒烟一样啊 好 那个 第二十八节哈 十九章二十八节 像索多玛和阿摩拉一看呢 哦 那个地方 烟气上腾了 好像烧窑一般的 就是整个是烧掉了 所以那个地方呢 有人说 现在是在埋在那个死海的下面 那两个城市 好了 这两个女儿呢 后来呢 她们怕 她们怕这个绝肿啊 就乱伦啊 就跟着她的爸爸生了两个 一个叫做摩鸭 一个叫亚门 嗯 那这个是被神所咒诅的 摩鸭 亚门呢 那这个是 在神经里面 你一再会听到这两个民主 摩鸭跟亚门 她们是蒙咒诅的 受咒诅的民主 因为她们这个整个 整个出生 开始就不对 嗯 好了 到了第二十章呢 亚伯拉罕 她第一次不是在埃及骗法老 说她的太太是她的 嗯 妹妹吗 嗯 那到了二十章呢 这个亚比米勒哈 她又再骗一次 好 在基拉尔呢 同样 那么救济 那个成语叫什么 救 故事救 哎 什么 从事救济啊 从事故 故技从事 啊 那个人受荡荡的吗 啊 又找别人的妹子 什么 我说 都是同一个人被骗 那个人又找了别人 别人的老婆 不是 这一次是亚比米勒 上一次是埃及法老王 嗯 不是 哦 好 嗯 这亚伯拉罕 骗人的都是同一个 叫亚伯拉罕 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都是亚伯拉罕的骗 就亚伯拉罕这个 这个人呢 这上一次 哎 你知道没有受没有受过什么惩罚哦 骗了也没怎么样啊 哦 啊 但是被毒打一对的话 可能就不敢了 哎他也没怎么样啊 嗯 那这一次呢 到了亚比米勒那边呢 嗯 你知道从 第二十章第一节你看 亚伯拉罕从那里 向南地去 那里是哪里 就是 曼利向西 就是西伯伦 就是他该在的地方 他这一下子呢 他不在 他又往南地去了 看到这个南地吗 嗯 看到吗 我这个 我动这个你们看得到吗 有 他应该在西伯伦 在这边啊 曼利向述在这里 他跑到这个南地 又往南边走了 不小心再走 又走到埃及去了 所以呢 不该 不该往这个南地 他应该是待在这里 但是他一往那边走呢 就开始犯罪了 你知道这个时候呢 这个人的生命 是已经开始不对了 因为 他会到往南走 就已经不对了 这个已经很软弱的时候 然后呢 就难怪又再骗 他到埃及地也是一样 也是呢 觉得神没有应许 不会保护他 没有信心 就跑到埃及去 那个时候跟神的关系 已经不好了 所以就会骗 这是他生命的一个反应 好 就是离开神了 然后呢 跟人也不对了 嗯 好吧 那他在南地以后呢 嗯 这一次呢 雅比米勒 嗯 啊 家里面啊 他所有的家里面的 都不会生了啊 因为他们在 但他家里面的人都不会生了 等于也受咒诅啊 所以 嗯 那个那个第三节 二十章第三节 在夜间啊 神对雅比米勒说 哎 你是个死人哦 哈哈 这写得很好啊 你是个死人 哈哈 那个女人呢 是他的妻子你没搞懂 嘿嘿 那这个雅比米勒很无辜啊 说哎呀 我怎么知道啊 我是有意的啦 我是不知 不知者无罪嘛 我是有意的啦 那连有意的你也要 你也要来惩罚我嘛 我我我都是good will啊 我没有 没有怎样 我是不知道而已啊 但是神呢 他说呢 啊 我不容你沾着他 第九节啊 第六节 我不容你沾着他 免得你得罪我 也就是说 就算你不知道 你还是得罪我 意思就是说 不知者 对神来讲 不是无罪啊 嗯 这该怎么说 好像你家里面 我常常举个例子 就是你家的玻璃 如果外面有人打棒球 把你家 不小心 不小心玻璃打破了 你被干犯了 对不对 人家呢 你去找人家 人家就说 哎我不知道那边有块玻璃啊 那不知道 是不是就没有罪了呢 那当然不是哈 因为你被干犯是个事实 所以你 这个是个罪啊 神被干犯了 叫做罪啊 那这个就是 亚璃米勒呢 他要干犯神 那神呢 就拦着他说 你不要干犯我 我不希望你来干犯我 我希望你能够 保持一个圣洁啊 那你还没有沾着他呢 你就不要动他 先跟你讲啊 我不希望被你干犯 是这样子的 所以亚璃米勒就说 那还好啦 那我还是有意的啦 只是我不知道而已了 那还好还没 还没怎样 那 第六节他就说 我知道你心中是正直的啦 神跟那个 亚璃米勒说 我知道你是个好人啦 但是呢 你叫做他去的话 我会被干犯啦 所以呢 我先告诉你了 就在梦中跟他讲 你不要动他 还给他 我再妻子还给他 好啦 结果呢 就 亚璃米勒就把 亚璃米勒就把 亚璃米勒叫来了 你怎么这样做啊 讲了一大堆 然后亚璃米勒就解释了 以为这个地方的人呢 就是会杀我啊 因为我太太太漂亮了 然后呢 讲到说 他也是是我同父异女的 妹子啊 所以呢 他讲的就是 就是 就是在解释啦 实际上 对啊 很难堪了 那时候他太太 不是已经快九十岁了吗 所以萨拉真漂亮 是吗 他下埃及的时候 他第一次骗埃及王法老 那个时候他六十五岁 哦 法老就很喜欢他 现在呢 他在这个地方 应该是九十岁了 亚璃米勒还看他很漂亮 不得了 这个 这个 所以 所以我们这边有个叫沙拉的呀 嘿嘿嘿 嘿嘿嘿 多有气质啊 哈哈 对啊 这是个很美 很美的名字 那个什么 Beddy就是 那个师母的妹妹也叫Sara 哦 这是很美的名字 是啊 所以他 后来呢 他们就 不能生 亚璃米勒他们家就不能生 结果呢 神就 做了 叫那个亚伯拉罕祷告 就说亚伯拉罕你要祷告 那祷告以后呢 祷告神 我相信当中有很多的认罪了 然后呢 神就医好了亚璃米勒 还有他的太太 可以生 他们的 仆人啊 女仆啊 什么都可以生的 不然的话呢 受咒诅什么也不能生的 就是这样子 好了 我们看快点哈 21章以撒生出来了 然后呢 因为他们 他跟那个以斯玛利 以斯玛利比他大13岁 对哈 所以两个人是 就是 以斯玛利呢 他会调戏那个 那个 就是 会调戏那个 戏弄那个 以撒 好 那所以呢 撒拉很不舒服 他妈妈就很不舒服 他妈妈就很不舒服 现在就是 等于是 正房跟 这个 这个下女生的 人在斗嘛 然后 亚伯拉罕就 就跟那个 撒拉讲 跟他的 太太说 那你要怎样 对你的死女 你随便 结果撒拉 其实要不要赶走 赶出去 这个 这个关节是不是 我忘记了 是不是就是 你从此 立了这个 以色列人跟 阿拉伯人的仇恨 这个都是影子 还有 后面还有 你可以看到这三代祖先哈 亚伯拉罕生以撒 以撒生雅各 雅各生 约瑟 生到雅各 亚伯拉罕生 亚伯拉罕生以撒 以撒生雅各 对不对 亚伯拉罕生生两个 对不对 亚伯拉罕生以撒 跟以斯玛利 以斯玛利出去了 然后呢 以撒又生雅各 还有呢 以扫 以扫又出去了 就是这一支是正宗的 就好像我们这一次 是那个 那个 那个 华伯拉罕 查理讲的嘛 就是他那一支 是以色列正宗的 剩下都是旁出的 旁出的 全部都是以色 那个阿拉伯人 最后现在就变成阿拉伯人的祖先 所以 可以是从以撒 以斯玛利出来的 也有从 那个以扫出来的 就是有很多其他的 这样 嗯嗯 然后还有一些是 像摩押雅门他们的后裔都有 就是这些出来的 圣经是哪一章是 开始有讲到 或者有提到这个 他们那个 穆斯林的先知 那个摩汉摩德怎么分出来 没有 你有提到吗 因为摩汉摩德是在后面大概 我记得不错大概四五百年吧 哦 耶稣后四五百年了 OK 出来的 那之前的话 那个圣经只写到一百年 九十年 哦 就停了 后面的事情圣经是没有的 OK 好 二十二章 亚伯拉罕寿试验 这一章有听过吧 献以撒有听过吗 嗯 嗯 听过 听过哈 Sara 听过没有 嗯 那我就再多讲哈 啊重点是什么 重点是这一只羊 这一只羊 呃 他不是那个 脚不是扣在那个荆棘里面吗 嗯 嗯 稠密的那个小树当中 第十三节 十二十二章十三节 他那个扣 这一只羊 这只公羊呢 就预表了主耶稣 在这个地方 公羊预表主耶稣 就是在山上呢 有预备 意思就是说 主耶稣他成了一个 戴罪的羔羊 以撒呢 没有死 不需要死 杀了一只公羊 来带他死 陷阱 就是这个意思 是这个意思 好 那么当中会有人有问题说 啊 first of all 为什么神这么残忍 对 好 那 我们要了解一件事情就是 当时代的人 这是一个very normal 的 practice 就是把孩子杀了 烧了 献给他们的偶像 然后求孩子 这是very normal 的 practice 我们今天是不能把他想象的 但是当时的人都在这样做 所以圣经上面一再讲很多 是当时代的人 这是上帝所恨悟的 但是呢 这个地方 上帝用他们general 的这种 daily 的这种 practice 来试验亚伯拉罕 可是呢 神不要他杀 怎么看得出来呢 因为当亚伯拉罕要动刀的时候 神怎么说呢 第十一节 他说亚伯拉罕 亚伯拉罕 你不可在这孩子身上下手 一点不可害他 他 连喊两次大喊 亚伯拉罕 亚伯拉罕 make sure他听到 你不能动手 只是test你的信心而已 嗯 ok 那亚伯拉罕呢 他的心态是什么呢 他的心态他是认为说 我把我的孩子杀了 神会叫他马上复活的 哦 嗯 嗯 这点没读出来 我们看 嗯 看一下哈 我们要来看一个 这是在希伯来书 好像 希伯来书 我们来看希伯来书 十一章 看一下 希伯来书在新约最后面 希伯来书 找得到吗 找到 十一章 找到 十一章 第一章十九节 十八节就开始哈 十七十八十九 找到了吗 就约什么 新约后面了 喜事录再往前翻一点 翻一点 嗯 雪燕你还在吗 我在啊 我还是翻 翻手机比较快 翻书比较慢 对 西伯来书第几章 十一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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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leven Eleven 嗯哼 然后第十七节 嗯 你看还是手机快 书要翻半年 亚伯拉罕因着信被试验 亚伯拉罕因着信被试验的时候 亚伯拉罕因着信被试验的时候 就把乙大变上 这边是呢欢喜领受应许的 将自己读生的儿子献上 论到这儿子曾有话说 从以撒生的才要称为你的后裔 当然那么有问题 对不对 但他怎么呢 十九节是重点了 他以为神还能叫人从死里复活 他也仿佛从死中得回他的儿子来 也就是说 当他要杀以撒的时候 他有一个想法就是 以撒我居然杀死了 神会叫他复活 是这样在行 所以呢 亚伯拉罕呢 他是 当然是很勉强的 谁 但是呢 其实当时的人都在这样做 迦南帝是很evil的 所以他为什么这样讲说 那个摩利亚 摩利亚 摩利亚 那亚摩利人 亚摩利人的那个 亚摩利人的恶还没有满民 有没有 一直要到第四代才满 然后那个时候呢 整个主要被毁灭 就是因为他们这一些的 practice 他们这一些的这个敬拜事奉 敬拜的方式 那个敬拜假神的方式 是很残忍的 都是杀来杀去的 很残忍的 所以神非常的厌恶这个地方的人 这样子来说 拜假神 然后 那个 我们最近不是在灵修那个 以希节书嘛 他讲说 这一些是我生的孩子 是我的孩子 居然你们把他杀了 然后献给那些假神 神就跟那些以希节人讲 这是我的孩子 讲的就是很慌心啊 我的孩子 神说这是他的孩子 但你们这些人 居然把他杀了 要献给你们的假设 神就非常的顺务 是这样 好 好了 那个23章 就是亚伯拉罕他买了一个洞 叫做麦比拉洞 麦比拉洞 成为他们家祖坟的一个洞 那那个为什么是一个洞 因为以色列那个地方 他们埋葬人不是说挖地 把人家埋下去 像我们中国人土葬 是挖洞把人埋下去嘛 以色列不是 因为你根本挖不动那个地 全是石头地 你根本挖不动 所以他们都是石头 石头有个山洞 是把人放在那个山洞里面 当做他的坟墓 是这样的 像那个耶稣基督死了的时候 不是也放在坟墓里嘛 也不是往地下挖的 他都是就是一个山洞 然后呢 才有个大石头滚过来 把那个洞口把它封住 就好像把那个木的门把它关上来 是这样 是在地上 好 那个坟墓 所以这边的话也是一样 他们就是一个麦比拉洞 什么叫做麦比拉呢 麦比拉那个意思就是螺旋 螺旋啊 原来的意思是螺旋 这个就是螺旋洞 也就是说它是 有人猜想就是洞中有洞 好像我们看到那种K粉 进去就是这边一个洞 然后呢还可以继续走下去 又一个洞 洞中有洞 所以他们就是祖坟 就是这样子一个结构 然后就很多他们家的人 后面都葬在这个洞里面 那他就跟那个乙伏伦买了 乙伏伦 然后花了四百十克勒 那乙伏伦呢 跟他讲说 哎呀 第十五节 二十三章十五节 他说 我主啊 你听哈 值四百十克勒的银子 这一块铁呢 还算什么呢 那个乙伏伦听起来很 很大方 实际上是开的是一个 解经的 解经的那些 这些学者都觉得 说四百十克勒是个天价 是个天价 也就是说 亚伯拉罕死了 死了太太很伤心啊 跑来找这个 跑来找这个乙伏伦 乙伏伦说 哎呀 我们是乙伏伦了 有什么关系呢 这四百块的 四百十克勒的 填 债牛我当中 还算什么呢 他 依旧说 他很技巧的 开了一个高价 看你 看你亚伯拉罕死了 就亚伯拉罕还真的就 买了买了买了 就凭了四百十克勒的银子给他 然后呢 那底拉洞啊 所有的就讲得很清楚 为什么也是因为 亚伯拉罕就讲说 这么贵的话呢 就make sure这个洞一定是归我的 如果你是便宜卖的话呢 你可能还反悔啊 那是这么贵买的话呢 你不得再反悔 然后 你看第17节呢 什么那个洞啊 还有四周 田间四围的树木啊 所有的那块田 还有其中的洞 四围的那个树木 全部都归我了 讲得清清楚楚 然后 还要在城门出入的人面前买妥的 也就是在城门口 城门口就像今天的法院一样 当时没有平安院的 那是城门口 找那个像长老之类的人 来做证 好 不能反悔 后来他把他 藏在 他的太太就藏在麦美拉罗 他很爱他的太太 要不然 他非常爱他的太太 所以 就把他藏在那个地方 他要make sure 这是一个 不会变动 就是一个 就是他宁愿花钱去买一个 虽然是很贵 他还是愿意 不过他还是有钱的 给你们 那个时候呢 这个工作一年 大概赚十个石克勒 一个工人 不到四百石克勒的话 是很多的 二十四章 利百加 亚伯拉罕呢 差遣老仆人 替他的儿子以撒找 如果找到利百加 大家看 这个就是一个很长的一个章 讲到这个故事 这个故事里面呢 有一个讲究 你看完这个故事以后呢 你要知道一件事情 他在讲什么 他是在透过这个故事 讲一个预表 你看旧月社一定要看到预表 什么预表 就是你看 亚伯拉罕 叫他的仆人 去帮他的儿子找太太 对不对 你们看过了吧 应该知道这个故事的背景 亚伯拉罕 亚伯拉罕叫他的老夫人 可能是以利以赴 去帮他的儿子以撒找太太 那么在属灵的含义里面呢 大家一致的看见就是 他是在说明一个故事 在描述一个故事 就是圣天父 拆遣圣灵 去为圣子耶稣基督找太太 也就是教会 天父 好像亚伯拉罕 要为主耶稣基督 好像新王一样 找太太 就是教会 谁去找 圣灵 就像那个老夫人 是圣灵去找太太 找 把教会找回来 然后呢 因为这在启示录讲到 那个羔羊的婚宴嘛 所有的教会 普世教会 合共一个 是一个普世教会 有一天呢 要跟耶稣基督 有一个羔羊的婚宴 我们呢 都是羔羊 都在羔羊的这个 这个连结的里面 他是新郎 教会就是新娘 是这种的关系 那是生命的连结 好了 所以这是一个很重要的 一个预表啦 所以你看这么多以后呢 当然故事啦 可是 重点是 他是有预表性的东西 不只是一个故事而已 最后二十五章呢 就是亚伯拉罕逝世了 过世了 然后呢也是葬在麦迪拉洞里面 只要他们祖孙三代 亚伯拉罕 以撒雅各 全部都葬在那个洞里面 就这样 还有那个沙拉 那个利百家 都是葬在那里面 他们的 算是他们家的那个坑墓 他葬在那里面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意思 就是说 他葬下去以后 这个就是他们永久居住的地方 他不会再回 吴尔也不会再回哈兰 就像我们刚才一开始的时候讲的 他是从吴尔来的 对不对 在哈兰亭里面 但是那些都不散他的家了 他的老家是吴尔 他也不会去 是迦兰地 他当做他真正的家 然后祖坟呢 也住在这个地方 所以他是非常的 就是 就是一个决心 下的决心 就是在这里的 我的世世代代就在这里 好 因为那个是 我有什么意思呢 蛤 那个 那个 实实实实实实 就是那个 因为是 honor神给他的应许之地 因为神呢 叫他从 吴尔就是那个 波斯湾那一头 肥沃月尔湾是这样的一个 这样的一个 一个湾嘛 他在波斯湾底 然后呢走这么一大圈 到了 迦南 那个时候呢 是一个很偏僻的地方 你在波斯湾那个地方 是最棒的地方 那个 那个最复苏的地方 他要搬到这个迦南地 这种未开化民族 还在杀人献祭的 这种民族的当中 亚伯拉罕是不想来的 但是神呼召的 他只好来了 那来了以后呢 他定义就把这个地方 当做他的家 就是honor神给他的 一个应许之地 他就住下来 凭着信心他就住下来 然后他也不走了 有点像什么 有点像我们今天 假设 我们都在美国很舒服 如果神有一天呼召说 你可不可以到非洲 或者是到什么北极 去哪一个地方 就是很落后的地方 你去那个地方 然后你世世代代就住在那里 你要不要去呢 可能会很真假 你可能说 我美国待不下去的话 我至少回中国嘛 我至少到 回马来西亚 到台湾 对不对 或者去 回哪里 我就 我也想到什么什么 我不认识的一个地方 是没开化的地方 我不会想去 但是呢 亚伯拉罕呢 他不止去了 而且他就说 我就扎根在这里 世世代代的 不回我的美国 也不回什么中国 就是这样 他是对神来讲 他是一个绝对的顺服 然后相信 上帝的应许 就是让他在那个地方发达 在那个地方生根 这样子 这很不容易的一个决定 好 那这个二十五章 就是讲到这个 死了 然后呢 这个以撒 这个以撒又生了 雅各跟以嫂 雅各跟以嫂 雅各跟以嫂是双胞胎 这是第三代了 雅伯拉罕 以撒雅各 雅各出来了 第三代出来了 那他们两个呢 这边有个很短的故事 就讲到有一天呢 这个老大 就是双胞胎的老大 以嫂出去打猎 他是打猎的人 然后打得好累 回来雅各是双胞胎弟弟 然后就是喜欢在家里面 缠着妈妈 是贴心宝贝这种 他呢 看见哥哥那么累啊 回来呢 他在煮一个汤 煮一个红豆汤 他就 这个哥哥就说 给我吃一点吧 好饿啊 他累昏了 他就说呢 你把你的长子卖给我 我就给你吃 他就说那长子民份有什么用啊 那送给你了 他就吃红豆汤了 就是他轻看这个长子的民份 然后这一边圣经像写下来 就表示这个事情很大 上帝呢 看得很严重 因为呢 长子的民份在以色列 在古代的人来讲 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东西 那他轻看 表示他轻看神的一个祝福 长子的民份的祝福 所以对以色列来讲呢 对以色列来讲 这是一个很静命的一个决定性的事情 所以呢 他就失了他长子的民份 那雅各呢 这个人是以色列的十二个支派的先祖 所有的以色列人呢 是雅各生出来的 那么多 十二个 他十二个儿子 就变成以色列的 等于是 亚伯拉罕生一个 生以萨 以萨生一个 生雅各 到雅各一生生了十二个 就把以色列民族全部生出来了 这样子 所以这个雅各本身呢 他是非常的奸诈狡猾的 那我们后面呢 下一次我们下个礼拜再看的时候 你会发现 这个人真的是狡猾奸诈 但是他只有一件事情 就是他紧紧的抓着神 他是为利益抓住神 但是他还是抓住神了 是这样的 嗯 这样的一个人 好了 我们下一次呢 我们需要看到二十六章开始 我们继续看 看到三十六 二十六到三十六 二十六到三十六 十一章 二十六到三十六 十一章 好 对 现在几点了 我们 哦 十一点了 对 如果好了 你可以先stop recording yeah 今天为什么没有 只有四十分钟就断练 好 how do I stop stop 你 recording 刚才 unrecording的地方应该还有 是不是在那个 在bottom 在地上